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或绕境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并不是很深刻 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位 马来西亚的安焕然教授 他其实他不是就谈 妈祖文化 他是就他马来西亚的一个 一个从宗教民俗活动 衍生出来 在当地 他们怎么样去办 那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 如果这个东西在 妈祖文化里头 它可能可以是 什么样子的情况 那我记得那个安教授 他在分享的过程里头 他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其实在当地人 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观光 宗教文化观光的活动 的过程里头 其实他们是 民众是对这个文化 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文化 事实上我们很难 把这个东西观光化 观光可能 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 我可能到这个地方 吃的是小吃 我到这个地方 我可能就是跟着大家走了一趟 可是我根本不了解 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觉得从那个 安教授的那一次的 那个论坛里头的 这样子的一段语言 当时发酵出来的很多的 就是说好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怎么样让 妈祖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绕境活动 如果它在台中 如果它在整个中部地区 甚至到南部地区 它是这么重要的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这样子一个文化是往下扎根 让更多的从小孩一路到大人 其实我觉得从青年到儿童 这一段是 这一段现在对妈祖文化的理解 它是跟老一辈是不同的 跟专家学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来切开的 那另外一个是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卫尖教授 那卫尖教授他就提到 其实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观光化 或者我们要去提升某一种的文化 文化的一个产值的时候 其实是软实力 而不是硬体的 不是外在的 不是说你办一个活动就可以 而是这个活动里头 内在的那个软实力是什么 其实这个跟刚刚我提到的 安坏仁教授他的讲法是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像这个妈祖文化 就我过去了解大家 正常公团举办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文化创意在里面这样子 包括像这个瓶水啊 还有这个矿泉水的部分啊 或是说其他一些 这个互生物 其实都有很好的创意在里面 而且是比较扣连到 所谓现代一个设计的一个想法这样 那么想请教证据长 就是说像这样一个 刚才我们胡院长有提到说 必须要让当地的民众 所能够很深刻的了解这样的文化 那其实就我所了解 大家正常公这个附近 其实对于他们所谓的 相读文化 孩童的一个相读文化里面 的教育里面 是有这一个环 让他们了解说 正常公在当地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你说妈祖信仰在当地 对民众而言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像这个部分 我们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这个部分怎么来指导说 我们怎样让民众 可以很深刻的了解说 妈祖这个信仰 妈祖这个活动 不只是一个像一般的绕境而已 不只是说 有很热闹的一个情绪 或是气氛在里面而已 而是更能够了解说 妈祖这样一个信仰 说他所代表的 也许是感恩的部分 也许是有更其他的义愤 怎么来去把这样的一个意涵 加入在我们未来这个活动里面 是的 那么那个Discovery 他曾经对于这个 大甲妈祖绕境的话 有做过一个报道 那么他们就非常的惊叹 他们说世界有三大宗教活动 那么大甲妈祖是其中之一 那么另外两个当然有包括了 这个麦家的 这个伊斯兰的朝圣 以及梵蒂冈的 这个职业弥杀 那么确实 就是这几年下来的话呢 但是并不是只有一场热闹而已 那么应该如何在他的精神内涵当中 让民众更为了解 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有办这个论坛 都有办这个阎锡营 但是他的成果到底是如何 他如何让民众的话呢 透过了这个活动的参与 事实上妈祖的信仰在台湾 几乎是都有的 那么我们做过一个统计 台湾的妈祖庙 有立案的 大概有10001座 这个马总统在 今天的这个妈祖文化节 他的开罗 这个开罗的时候的话 有现场增达 那么答案是10001座 但事实上和妈祖有关的庙宇的话 有超过2000座 台湾 大概有1600万人 有妈祖这个信仰 那么所以就是说妈祖 那么台湾 因为妈祖这个信仰的一个盛行 它可以说是活动的话 举世算是非常的独特的 那么我前几天有到这个大陆去 那么参加这个大家的 这个翡翠妈祖的受证仪式 那么我们访问过了几个庙宇 也包括了这个魅座的这个祖庙 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台中 尤其在这个大甲这边的话 有非常多的可以取经的这个地方 那么但是就是说民众 他对这个妈祖的信仰 以及如何那么对这个传承的部分 以及后续 他这个我们透过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对这个整个乡土 那么以及他的所谓刚刚胡远 提到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个部分 如何再去深耕 而不是只有热闹一场 而不是只有这个鞭炮 只有这个流下来的一些这个鞭炮穴而已 那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还有很多的课题必须要去做的 像怎么样把这个文化能够扎根下去 那就是像这个天野调查或者说以及这个出版品的一个出版 让更多民众能够了解这个活动的一些文化的意涵 你再这样当这个部分就显得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谢老师其实也曾经参与过这方面的 像我们这这几本书 就是有我们谢老师说他就参与的那一个成果 是不是跟我们跟观众报告一下说 就你参与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发现民众怎么来看待这样 或者说参与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里面 你发现到马祖文化到底在这个中台湾 就是在台湖市里面他的一个民众对这个 一直在他的感触跟他的感想是什么 马祖文化我们刚才对省美的牵涉 和宗教和基督马祖给我们福禄修医宅 给我们平平安安 那么我们所有的文化的时候 他来说的时候我们的顶头 那也是非常漂亮的 比如说我们有塞丁还有酒店 甚至一早会送钢丁 那邶宗在出顺的时候 里面有家庭 那我相信也是马祖文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集团 那么还有 里面后有北冠 这个北冠啊 影响的时候非常非常精彩 那一案来说的时候 这个文化创成后的时候 一案汉茄廟后的时候 也已经有 他出租来记录汉茄 马祖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中当中 最早就是记录汉茄的串通建立积水 那麼六燒的時候 韓啟媽祖的時候 媽祖廟還有出版韓啟媽祖老徑十八證 那在現主席說一說 今年出版的時候 就是韓啟媽祖的強制 所以說 這裡所有的時候 都是在記錄說我們少廟的文化 那當然在韓啟媽祖廟的時候 也有提供高級改促園 古蹟結束園 說所說的時候 文化比較漂亮的時候 如果沒有來改促園的時候 也會失去 所以韓啟媽祖廟的時候 本身也有這個改促園的部分 我們這個改促園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親密的感想 像我早期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一個阿桑 阿董也有學校老師 在改促園的時候 我印象中 我們有一個結束園 叫阿寶姐 我對印象非常辛苦 二十幾年之前 參加解說人培訓的時候 改促園的時候 你不要說竊竊的時候 會準的 我看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因為這個文化培訓 漸漸說 說到後來的時候 問題我告訴你 阿寶姐你五元錢而已 沒關係 別說一個客戶的時候 就說不算 我想這也是一種文化傳承 我覺得樂成功是我們這個三級古蹟 古蹟其實是四個 必須要有人去做改促園 古書 背後的故事 我們都否認說 像這樣大總鎮南宮這樣 或是有其他媽祖繞進活動 其實其他背後有很多 帶來很多觀光效益 像鎮南宮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 其實是現在很多台灣民間信仰裡面 所要一個學習的一個典範 那到底這樣一個活動 帶來的觀光效益有哪些呢 我們是不是請院長就你的觀察 它可以帶動哪些觀光效益 鎮南宮的一個整個的 我們就稱它叫做文創產業的一個發展 他們是很有計畫 很有規劃的去做 據我所知 在上次的論壇裡頭 他們也提到了 其實它提供給很多文創者 它只要提案 就是說他們可以來幫鎮南宮生產什麼樣的一種商品 他們通常都會支持他 讓他們來做 這是一種方式 以鎮南宮來講 他們並不主動的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這種觀光效益 還是要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文化的本質 如果我們讓這個文化的本質 越讓更多人知道 這個文化效益會更大 就像剛才提到的 就像我們謝老師寫了這麼多的書 可是這些書 它的普及層面其實是某一個部分的 某一個階層的人在看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因為考慮到這樣 我們也跟文化局在合作的過程裡頭 文化局也責成我們說 怎麼樣讓更多的年輕人 或者一般的民眾來了解這個媽祖的信仰 所以我們在文化局的一個 媽祖的一個觀光網頁上面 我們特別把這些 謝老師的文章已經是很通俗了 我們就引他的東西 一條一條的 讓大眾 民眾 一般的民眾更能了解 到底媽祖信仰是什麼 然後我們還透過遊戲 就是你看了上面的文字以後 我下面有遊戲 只要你肯去讀上面的東西 你下面來進行遊戲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一點一點 大家都要一起來做 然後才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 說文創一定要立即在文化 我對文化了解 我就能夠去做文創 那我們市長 吳志強 希望能夠把台中變成為世界的大台中 那當然基本上 像大小在南宮這個活動 就是希望它是朝向一個比較國際化的一個視野來看待這個活動 所以居然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怎麼來評估說 觀光效益它帶來有哪些的效益 我們是怎麼來看待這個效益的一個評估呢 那麼這個宗教是屬於庶民的 那麼所以如果有政府權力來去做主導的話呢 那麼它就會失去它的一個本質了 那麼我想政府的一個角色就是說 怎麼樣讓它這個精緻化 然後那麼在活動的參與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們加入一些可能藝文的元素 或者是環保的這個議題 那麼還有就是一些血術 讓它更能夠讓剛剛所提到的 讓民眾更知道就是說宗教的一個內涵 那麼我們在每一年都會去做這個 廣光效益的一個評估 那麼以今年來講的話呢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就是說 它參與的人數的話也逐年地上升了 那麼今年包括了這個活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遶境的這個九天八夜 那麼所有參與的人的人數 我們加總在一起的話 大概有五百五十萬人 它所帶來的這個經濟效益 那麼有這個44億 這是我們一個保守的一個估計 那麼但是這個 我們如何在這個文創產的這個部分 能夠讓它更落實 那麼我想剛剛也講得非常對 就是說它不能夠失去到這個文化的一個本質 那麼現在是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盛行的一個時代 所以就是說 那麼在這個有很多的一個產品的一個製作 還有就是說如何和宗教的一個連結 它都還有很多的這個事情必須去面對的 像我看到市面上一些公仔的設計 都把這個不管是媽祖還是神明 都變成很可愛Q版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容易讓現在這個年輕人 比較喜歡創新或是搞壞的 它對這個部分也有它一個一個著力的一個方向 那大家到底這個媽祖繞進活動 以及整個宗教文化怎麼樣可以來讓它朝向觀光化 也能夠嘗試文化化甚至能夠產業化呢 我們休息一下下段階段再回來討論 謝謝 感谢观看